各位,8号西南列峰或者一部封信号现在是继续生效的 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天会停课 另外,现在主要的陆上交通工具是继续行驶的 直至另行的通告为止 至于热带风暴拍布下午的4点钟 就是集结在香港西北偏西约30公里 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8公里 现在正横过香港西部 拍布南面的雨带继续为香港多处地区带来狂风大雨 我们接着交给天文台的科学主任 讲讲最新的风暴情况 天文台已经发出了8号西南列峰或者暴风的讯号 我们可以从这一张天气图里看到 拍布的中心就在香港的西部 它现在正以一个时速8公里 向着东北方向就横过香港的西部区域 我们预计拍布的雨带 以及它那些比较大的西南风 将会在未来的数小时影响着我们 记者林志豪现在就在尖沙咀码头 志豪说你在那边多不多市民赶着回家呢 是的,王家俊 其实自从两点半之后 天文台发出这个爆风的裂风讯号之后 已经是越来越多的市民就出来这个尖沙咀的巴士总站那里 去搭巴士是回家的了 现在雨势由于都相当不稳定 有时大有时小 现在密密雨 但是有些市民就有巴士就在旁边的骑楼那里 就匆匆就走出去搭巴士回家的了 而同时间由于这个天气都不稳定 那时候很大风 虽然有不少人就已经是带了傘出街的了 但是如果大风和大雨的时候 有傘和没有傘都没有一分别 有时我们看到有些市民 甚至乎拿着一把傘都收起它 直接是宁愿是淋雨地走的 我在这里的报道暂时这么多 现在先将时间交给你来 王家俊 谢谢 这些市民在风暴之下 赶着搭车的情况交给潘卫林报道 大批打工仔 在黄风黄雨下赶回家 巴士站大排长龙 很多人甚至站出马路等 巴士逼满人 迈到站都上不了客 部分人由落车的门逼上去 终于闪了门 不过上到车都未必代表可以很快回家 同楼湾一带交通很制塞 在中环的汇丰银行总行 职员在下午大约2点陆续下班 银行亦即时关起大门 毫星电视记者潘卫林报道 运输署已启动了紧急事故协调中心 又说港岛区交通是比较测 运输署的紧急交通事故协调中心 已经运作了 我们监察整体交通的情况 我们一看到在港岛区来说 整体交通上比较繁忙一些 中环、湾仔、唐南湾一带 都是比较追塞的 如果在高士达道方向 如果是向洪水方向 隆美大约是在这个政策中心 如果在高士达道往中环方向 隆美就在这个北角码头 在九龙方面 在洪水的隧道口附近 我们看到车也比较繁忙 低沉一点 现在东隧往香港方向 和启德隧道往超级隧道方向 都是适渐风的 至于地铁的情况 现在现时都在走2分15秒 一巴掌 在港岛区很多的站 都实施人流管制措施 但因为都是2分多中一班 所以很快都可以疏散到人群 我们继续密切地盖住 整个交通的情况 至于新隔居的情况是怎样呢 柳俊刚现在就在元朗的平下路 柳俊刚 你那边大不大风呢 王家俊 在元朗平山这一边 并不算很大风 天都是落着微微的月 不过见到这里的货柜牆 已经做好了防风的措施 见到好像这个货柜牆那样 就用一些锁带绑着一些货柜 防止他们被风吹塌 其实之前在这一带 都发生过几次就是强风吹塌货柜以外 所以货柜牆都特别小心 不过见到元朗一带的天气 已经是越来越灰暗的了 我们会继续在元朗为大家报导 先把时间交给你王家俊 谢谢 而今次就是天文台三年来 第一次发出八号列封信号 在强风之下 市面多处受到破坏 詳诚加给潘慧能报答 市面下午风势增强 沙田新城市中央广场外场一幅棚架 下午大约1点被风吹塌 一支电灯柱被压歪了 一段排头街需要封闭 消防员在现场戒备 另外 红磡黄布花园一个耕艇被吹塌 打横躺在地上 部分玻璃窗跌烂了 杂物都跌落地 延长消息说有一个人受伤 海面的浪也逐渐变大 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不过在大浪湾 仍然有市民滑浪 天文台在不够两个小时内 改发热大气旋警报 先在中午12点40分 发出3号强风讯号 到下午2点半 再改发8号西北列封 发布封信号 今次是三年来 天文台首次发出8号封部讯号 上次发8号 在04年7月16号 台风玄规吹集本港 毫星电视记者 潘慧能报道 接着看看交通消息 地铁公司宣布 地铁港岛线 荃湾线和观塘线 会加密到2分钟一班 至于将军澳线 就是3分钟一班 东中线的香港自清衣站 就维持4分钟一班 至于机场快线就是12分钟一班 九跌方面是冬铁的本地线 西铁和马铁都会加密到3分半钟一班 至于巴士方面 新巴就宣布 部分的巴士路线 就会在刚刚的6点钟 开出尾班车 包括了9号 14 15 19 46 X 792M 其他路线就会维持正常 直至另行的通告 多间巴士公司 太而继续维持服务 乘巴就会即时加强 来往屯门至市区的巴士 九巴就说 所有服务维持正常 至于海上交通方面 新杜伦就说 会加开中环至长洲和平洲的杜伦 接载在中环港外线码头的市民 另外 多条来往中环至尾岛的航班 全面停航 呼吁尾岛居民和旅游人士 可以避免外出 乘客可以打电话 以1318181收听最新航班的消息 至于富裕小林又宣布 流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航班 即时暂停服务 市民可以打电话以9948155查询 港九小林流往中环 香港仔至榕树湾和索古湾的航线 已经在四点前停航 热线电话就是28156063 驻港客运在中港城码头、港澳码头和国际机场 海天客运码头来往珠三角的所有航班取消 屯门客运码头下午所有航班都会取消 西北航运快线就说 将会视乎海面的情况凌作通告 在机场方面 机场管理局就说所有航班维持正常服务 机场局说未有航班因为台风影响而延迟或者取消 呼吁乘客在出发之前向航空公司查询 国泰航空就说现有服务一切正常 乘客可以打中文热线27478888 或者英文热线27478889查询 另外市民都可以上网查询国泰航班的最新情况 多顾活动都受影响的 原定今晚在大球场举行的国际足球表演赛 巴卓罗拿队鱼丸和杰志联队宣布将会延期举行 至于今晚在鸿馆举行的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 赛会就说两场赛事就会如常进行 不过球迷就不准入场 日后会公布退票的方法 至学校方面 所有的学校和职业训练局都今天是停货的 考评局都决定取消所有公开考试 在下午至夜晚举行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考试 和保险中介人资格考试都会取消 原定下午举行的中六收生程序第四阶段 将会暂停运作 并且星期六的早上九点恢复 尼岛区的联招中心就暂停运作 而所有经初中成绩 平衡办法统一派位的学生 原定在今日办理的注册手续 将会顺延到下星期一举行 社会福利署宣布 所有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 和日间康服服服务单位 包括庇护工厂和展行中心 都会停止开放 这期节目的消息到这里为止 半个小时之后再见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